台北榮总日期仁以每天花12小时 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包括晶圆电子共5000人的检测 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病毒核酸检验量 而这是仰赖迟化检验模式 所谓的迟化检验模式 就是把好几个检体混合成一个一个的群组做测试 万一发现有某个群组检测是阳性 就回头去查验群组里是哪一个检体确诊 有医师认为未来如果国内想做社区普筛 这套检验方法可以快速有效地找出阳性案例 不过迟化检验模式并不适用在感染盛行率高的地方 因为如果阳性的案例太多 每一个群组内的检体都要再回溯去确认 反倒会让效率下降 苗栗晶圆电子厂日前完成国内有史以来 最大病毒核酸检验量 筛减了5000人 而筛减团队台北榮总就是仰赖迟化检验模式 做大规模的快速筛减 外界好奇究竟什么是持化检验模式 PCR具备一个敏感的一个特性 所以假如说在这个群组里面混合的一个检体 发现有阳性的话 只要回过头来找这个群组 这些人再个别拿他的检体去做PCR检验 再就能够快速地去找到可能的一些阳性患者 专家解释所谓的持化检验模式 就是加好几个检体 混合成一个一个的群组做测试 万一发现有某个群组检测阳性 就回头查验群组里是哪一个检体确诊 根据了解北榮这一次所使用的持化检验模式 一共有两款仪器 小台的检验仪器原本一小时可以检测三只检体 但持化以后每小时可以检测15只检体 而大台的检验仪器则同时可以检测2到3个检体 就算CT值高过30也可以测得出来 效率最高每3小时可以检测94个检体 只是这样的持化检验模式并不是用在感染肾行率高的地方 因为如果阳性案例太多 每一个群组内的检体都要再回溯确认 反而会造成效率下降 阳性患者他本来检体里面的讯号就很弱 再加上稀释跟其他正常人的一个检体稀释 就更会发生这种问题 未来如果国内想做社区普筛 专家认为持化检验模式是一套不错的检验方法 能快速有效找出阳性案例 减少确诊者潜藏在社区中 进而造成传播风险 记者葬不倒